大家好,我是阿勇 今天我用牛肉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 今天买了牛里脊一斤半 我放到冰箱里面把它冻了半个小时 因为这样比较好切 下面我们把牛里脊切成三毫米厚左右的片 做这道菜最好选用里脊肉 下面我们把切好的里脊肉 我们放入盆中,倒入清水 把牛肉中的血水抓出来 这一步很重要 很多会做饭的朋友都知道 牛肉在过水的时候血沫会比较多 多加这一步是为了后期做牛肉的话 汤水会比较干净 下面我们把牛肉挤干 放入到一个大碗中 给这个牛肉我们给它码一个味 加入两克食盐 一克胡椒粉 两克鸡精 料酒10毫升左右 再倒入少许的姜葱水 下面我们抓拌到牛肉吸饱汁水 为了让牛肉吃起来更嫩 我们再加入一个蛋清 继续抓拌均匀 最后我们加入少许的涂入淀粉 这一步是为了锁住牛肉中的汁水 最后我们倒入花生油 这一步也叫做蜂油 这样做牛肉吃起来它会更嫩滑 下面我们放到一边腌制15分钟 准备酸菜500克 今天准备的是大白菜的酸菜 做这道菜我感觉这种大白菜腌制的酸菜味道会更好 首先我们把这个酸菜给它改一个刀 切好后放到盆中 倒入清水清洗了两遍 因为在市场买的腌制的酸菜 它都添加了防腐剂 我们必须把防腐剂这个味道给它洗掉 还有一点很重要 在市场买的酸菜它的酸味会特别的冲 淘洗过后我们会降低酸菜这个冲感 然后把酸菜的水分挤干了 放入盘中备用 下面我们准备配菜 洗净的金针菇300克 改刀切去根部放到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下做这道菜的辅料 小米泡椒准备50克 二斤条的泡椒准备30克 二折改刀切碎 大蒜改刀切片 我们把这些料头混合在一起 改刀切碎 切碎后我们放到碗中备用 吸辣的少许改刀切丁 翘后我们也放到盘中备用 生姜一块改刀切丝 大蒜一股改刀切碎 现在看到的就是准备好的料头 起锅放油 油热后我们放入姜丝 一半的辣椒丁再倒入切碎的料头 把这些炒香 炒香后倒入酸菜继续煸炒 一直煸炒到酸菜出香为止 这个时间大概在一分钟左右 炒香后我们倒入清水 然后加入少许的鸡精 一克白胡椒粉 五克白糖 因为酸菜是咸的 在这里就不要放盐了 下面我们大火滚开 这时候你尝一下汤汁 你如果觉得淡的话 你可以再加些食盐 滚开后我们先捞出酸菜 再把切好的金针菇放到汤中 大火煮上两分钟后 控水捞出也放到盆中 现在把腌制好的牛肉 均匀放到锅中 牛肉下锅的时候 先不要搅动 放置牛肉脱浆 汤汁再次滚开后 我们用勺子撇去表面那些浮沫 牛肉再煮上一分钟后 就可以用漏勺捞出 放到盆中了 下面我们也把汤汁倒入到盆中 把切好的辣椒和蒜末 我们放到上头 再撒上白芝麻 再撒上一些葱花 倒入一些油渣花生米 下面我们把锅中再倒入食用油 油热后我们泼入到料头上 这样一道酸菜滑牛肉就好了 你学会了吗 更多家常菜请订阅点赞阿勇每日小处 阿勇每天带给您家的味道